是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讲的 他非常担心从此以后会不会变成逢阴必反 像刚才明佑所讲到北社的立场 其实我不大理解 也许他待会可以解释 那谢文定刚才叶某也说 谢文定当时在陈随便 陈随便也讲司法改革 你不要以为陈随便没有讲司法改革 陈随便也要司法改革 然后提名到他检察总长 但是当时反对的是国民党 而且国民党因为在立法院 立法院他是多数嘛 反正就是反对你 所以最后他没有成功 那很奇怪啊 在那个时候 难道谢文定所谓的威权履历 是在陈随便执政之后吗 当然不是嘛 是在之前 但是那个时候 不管是本土社团也好 或民进党人士 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过谢文定履历 所以这一点我老实说 我对蔡英文 他这个可能就是误出一个地雷 他可能也觉得 那个时候陈随便在提名谢文定的时候 是国民党对话挖挖叫啊 为什么民进党本土社团也没有来质疑陈随便 陈随便你竟然要用一个威权领利 在那个时候 在威权时代来当检察官的人 来做这个检察总长 因为当时是只有检察总长之位 我知道 但是现在是大法官 没有 也许这中间 没有他有提名是他大法官 没有我的意思是 检察总长不重要吗 在司法改革里面检察总长的人是不重要 我要讲的这一点 当然这个本土社团到底为什么 那个时候没有反应 这个时候有反应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微妙 但是这个某种程度也显示出 蔡英文到现在执政不到100天 他已经挡不住派系 或挡不住这些司法社团对他的职 米蜂未来胜率最深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先补充一下 那时候他提名的时候 北社跟永社都还没成立 那时候你所谓的本土生存根本还没成立 而且蔡英文 人也在啊 没有成立社团原在啊 那些人权都还不一样好不好 我觉得从这比较看 即使是像台北市或北部的人 比较不满 然后这个南部以南的人 对蔡英文跟林权买度还是高的 除了高雄市以外 对林权突然不满意度比较高 不晓得是因为他们比较拥护拒绝还是怎么回事 林权是高雄人耶 对啊 但是你他希望拒绝来做行政院长啊 这有可能 对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不是党派的问题 如果说从此以后的事件 都是因为这个比较清律的人 或是比较这个 比较本土的社团反对 就反对的话 我觉得这个路会走得窄了 是 我希望 我希望 用来看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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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快 好 行